这件坦克装备,改变了我的认知 平A两下直接补一百个饼 众所作者,S14的赛季将会新增精力20多件全新装备 而几乎所有玩家的目光都放在法师刺客装备上 却没人注意到新版本的坦克装备将会有多强大 比如璀璨灰强这件装备,简直就是法师版本的日盐 合成路线为小日盐加上幽魂斗篷 跟日盐相比,就是将日盐的护甲给换完了魔抗 毕竟璀璨灰强有个相当强烈的被动效果 当你击杀一个小兵,小兵就会爆炸在那儿放映伤害 类似于小炮的异己能被动,可千万别小看这个被动 要知道这件坦克最大的难点就是推线速度的太慢 而有了这个被动以后,坦克也能一发平衡轻一波兵 并且随着生命值的增加,这个被动的伤害就会越高 利用这个属性,我们是能连发平衡面的100个兵 并且在实战中搭配上3N这种超级肉态 完完全全可以做到1秒钟苏清一波超级兵 可以说这件装备的出现,直接弥补了坦克最大的短板 以后的坦克可以快速倾向以后游走 那么各位看官老爷,你觉得谁更适合这件装备呢?